晶片之戰,細光子股誰能再戰高峰呢? 快從山底跑到山下囉! 10萬訂閱,謝謝你們,未來一起努力吧! 歡迎來到財經即時通,我是愛麗絲 歡迎我們的分析師胡錚鴻老師 愛麗絲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最近細光子這麼夯,還有什麼機會能夠買嗎? 這個細光子的股票,實際上到明年才會真正的有所謂的量產 這個量產的技術,現在也都是掌握在國際的大廠 所以你說,這個細光子什麼時候有機會真的獲利 我覺得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目前為止,它也只不過是一個什麼? 一個概念股,並不是真的已經開始獲利 所以投資朋友你要去注意 這些所謂的概念股,其實我們一般在操盤的時候 就叫做什麼股,你知道嗎? 什麼股? 吹牛股 吹牛股 對,都是在吹牛的 講講而已 對,就是因為它獲利還沒進來 好像之前的軍工股,對不對 像現在的AI股 對不對,還有之前的資通股 其實都一樣 包含觀光股也是一樣 都是來這一套的 那為什麼今年都是來這一套? 因為很多的公司實際上的營收是在率退的 每個人都跟你講要拼什麼 有沒有,有可能怎麼樣 就是用那種含呼其詞的那種 含slogan 對,就是那種含加油的那種打氣的 然後讓股價往上衝的 所以投資朋友像這種股票你要記得 真的已經漲不動的時候你要記得跑 不要到時候又被套在這個高點 好,我們就來看這個什麼?滑星光 滑星光是第一檔 這是什麼細光子概念股 有沒有,最先衝上來的 那大家也是講說它叫做光通訊股 好的,光通訊股 就跟細光子有非常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先來看這個光通訊的這個部分 那滑星光其實它就是主力的融資股 主力融資股就是主力用融資去鎖單 剛才我講過了 主力融資鎖單你要特別的小心 因為等到這股價真的不行 那殺股票的時候倒是殺的非常的快 因為融資有維持率的問題 那主力也會怕 所以因此像這種股票 當它已經結束的時候 千萬不要再做介入 就像這滑星光 滑星光轉落的時候 它是連續跌了三天的跌停板 跌了三天的跌停板之後呢 留下了兩個缺口 通方的缺口 那又出現了一個反彈 可是你要去發現到它反彈是亮縮的 那就代表什麼 它是一個弱勢的反彈 那弱勢反彈完畢之後 你就要小心喔 它會不會再去殺一波 這是非常有機會的 這樣很措手不及 對對對 而且殺下去的時候 這個速度又是非常的快 因為我說過這股票 只要是主力融資所單的 它抵都是什麼 不是跌停就是什麼 擊殺 你想逃都逃不掉 然後我們再來看什麼 上權 上權在這地方 你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有兩根非常大的一個主力的出貨量 那它每次大概來到了80塊附近 就有人在出股票 來到80塊就出 來到80塊就出 而且呢 出的量非常的大 這個絕對不是散戶啦 因為散戶沒那麼厲害 這個散戶目前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現在在開戶的證券戶 有1200多萬人 對不對 我將近幾乎大家都有在開戶 有成年的 那重點來了 大家這個1200多萬 不要說全部啦 有沒有可能這個幾十萬人 大家講好 我們80塊一起來出股票 不可能啊 對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誰會去這麼做 大戶的 對 只有他們能夠一次性的去出 所以投資朋友 你這個就應該非常的明瞭說 這邊的賣壓局部是來自於散戶 而是來自於主力 那主力為什麼在這個地方出呢 很明顯嘛 他也認為這個地方炒作的差不多了 也拉不動了 比如說 想要再去跟單去追買的人 已經差不多都沒有了 所以他也知道不對了 趕快啊 出一出 所以這個投資朋友 你自己要去注意喔 他也是主力融資的 鎖蛋的股票 等他跌的時候 我相信啊 就是怎麼樣 不是跌停就是中錯了 就跟滑星公司一模一樣的 尤其啊 這一波的這個光通訊股 應該沒錯的話 是同一批的主力在操作 因為他們的K線跟手法幾乎一模一樣 比如說做的那種K線圖 你一看就知道是同一批人在做的 應該可能是同一批人 對 對 好那我們再來看什麼 波羅的 想都一樣 都是那個鳥樣子 對 主力的出貨量也是一樣喔 有兩根 那在這個地方他就一直盤盤盤盤盤盤 盤到這個地方來 你會感覺好像跌不下去 那一般都就是你的錯覺喔 因為很多人說跌不下去 就應該拉回找買點 其實不是這樣 你一直盤就代表 有人一直在提供籌碼 在高檔不斷的提供籌碼 散戶不會有那麼多籌碼在提供啦 因為你一般的散戶 你能買個五張十張 就很了不起 對 有可能買來百張嗎 不可能 就算你買來百張 那又怎麼樣呢 這口袋要夠深 對對對 因為他有時候 這個成交量就超過 真恐怖 什麼叫50K 50K就是 這個就五萬張了 所以你不可能有那麼多的籌碼 在那邊丟啦 所以投資朋友去想想看 這些股票 如果主力出完了 你認為他股價會怎麼樣 我相信答案你應該知道 好那我們今天節目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感謝胡老師的分享 如果想了解更多財經資訊 歡迎搜尋老師的LINE ADD跟Telegram 我們財經及時通下次見囉 掰掰 煩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忙都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子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嚴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之根本 最得實地擇方產業 旅財收看頻道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旅財收看 讓你賺進第二份薪水